HELLO 大家好 今天有玩具玩的玩具 就是這支鏡頭 這支Triple剛剛收到 是一支35 1.4的鏡頭 收到鏡頭的時候 當然會去測試一下 還有測試之前先看看資料 這裡有官方的資料我們可以看到 它有個名字叫做Similar 分別有銀色和黑色 這支是35mm鏡頭 接環是M-mount 可以到NECA做連動對焦 所以今天用一部M11來做測試 光學結構是九片五組的結構 當然是Menu Focus 還有最近對焦距離是0.45 它的對焦環去到0.7的時候 就會卡一卡的 到0.7的時候 卡一卡即是提醒你 0.45到0.7這一段 是沒有黃斑連動對焦的功能的了 你一定要看電子EVF 或者是去看螢幕來對焦 還有它那個Filter Size是49 還有剛才我也看到它那個光圈葉 其實數量也有很多 有14片光圈葉 其實收細光圈的時候都非常圓 意味著你收細光圈的時候 拍攝後面的散景就不會起角 如果你說只有七片 後面的散景就會起了一個一個角 那麼圓的光圈就不會有這個現象出現 重量就是352g 其實又不會說很重的 全金屬啦 還有那個Hood都是金屬來的 裝個遮光罩的時候 就是這個插刀式 一吸下去扭一扭 拍一聲就完成了 還有就是有Infinity Lock 去到無限遠的時候 就會鎖死了一支鏡 其實有Infinity Lock的鏡 我都蠻喜歡用的 好像多樣東西玩一下似的 有份資料就講解一下一支鏡的特徵 在這個產品的主要賣點 它都有說的 其實這一支鏡 不是說一支很高反差的鏡 拍出來的影像都是一些低反差的影像 所以意味著 拍出來的那種感覺 都會是比較老鏡的感覺 還有會比較柔軟的那種成像 一會兒試一下看看是否那種感覺 第二又是一種老鏡的感覺 就是散景又會比較軟的 不會一些很硬的散景 不會一些條邊很膩的散景 這一樣東西都是某些老鏡 都會出現的現象 看上去其實有時這些散景 都會蠻舒服的 第四個買點就是 這一樣東西都蠻有趣的 就是那個光圈收細的時候 它有一個按鈕 又拍一拍它 這裡 拍一拍它 就變成一個無段光圈 就不會卡住 就不會一卡卡這樣 無段光圈可以做來拍影片 都很方便 還有它那個光圈一收細的時候 前面就會有一些紅色點 顯示對焦尺 這個設計真的 真是似曾相識 在哪些鏡子裡見過呢 就是在瑞士的Alpha 就會有這個設計出現過 你說這支鏡子向它致敬也好 其實就好聽點是致敬 其實真的抄 抄那個設計就是這樣 你說抄襲那個設計 好像有點抗拒還是怎樣呢 說真的 如果一個製造商 弄了一支鏡子出來 你說沒有一些特色的 其實又真的蠻難賣的 你說做回這個設計 有些特色 那個賣點和外表 都蠻吸引我的 都是一個市場策略來的 剛才都說過 去到0.7的時候 它會停一停 去到0.4 提醒你後面就沒有這個連動對焦 好了 說了這麼多有關於鏡子的一些資料的時候 都是出去拍照 試一下鏡子 試鏡通常我都會去一些比較低降的環境去試 例如去黃昏5點多6點鐘 出去拍一下街 拍一下人 因為低降的時候 你就會拍到後面的燈光的散景 你會更清楚看到 鏡子的表現是怎樣的 所以我一會兒都去中環 去拍一些照片 還有看看有沒有美女 可以問問她拍幾張照片 我現在就看看照片 逐張看看表現是怎樣的 去到果欄拍些橙 我記得這張照片是全開光圈拍的了 全開光圈的Sharpless 都不會像現在的新鏡那麼Sharp 很柔和的感覺 在這些低光底下 顏色表現都算是不錯的 都拍到橙那種感覺 但是沒有一些顏色很濃的感覺 比較淡的感覺 你看到整體來說都蠻舒服的 看看它的散景 我特意做散景給大家看看 它的效果是怎樣的 跟它的描述一樣 散景是比較柔和的散景 就不會散景的圈 就很銳利的圈可以得到 即是拍得到很銳利的圈 我覺得都是一些舊鏡的散景 這些都是 比較柔和一點 那邊的散景都有一些 攬核形 都是舊鏡可以看到的情況 即是它做出來 這個散景都蠻舒服的 好啦 繼續看看 女人街影 其實拍攝它 重招的位置 其實真的不會是一個 很銳利的影像 你會看到的 都是一些 比較柔和一點的質感 你會看到 都是後面 最重要是看一下 鏡子的散景 會是怎樣的 都是一些很柔和的感覺 質感也是很柔和 好 繼續看一下 好 看一下金屬的表面 看看是怎樣的 喔 它這張照片又不會看到一些 很有層次的金屬的表現 我覺得 不會一些反差很高的感覺 不會看到一些金屬 很有立體感那種感覺 舒服 柔和 那你會看到中招位 然後過度都很美 下回到下面 看到一些散景 反而近一點這些位置 就出了一些圈圈出來 但是 都是一些 很柔順的感覺 好 試一下拍這個 食物 0.45對焦距離 最近0.45對焦距離 一中 似乎我都是中了這個位置 整體來說 都是一些 很舒服的感覺 0.45 其實 就不會是 一些微距鏡 只不過是近攝 攝影出來的效果 你用 用回M11 6000萬像素 就不會看到一些 很銳利的 影像 會出來了 所以買這支鏡的時候 都要看回它的特性 是否適合你去運用 有些人喜歡 我要拍近攝的 拍食物的 一定要很銳利的 影像我才要OK的 這支鏡就不是很合適你了 這支鏡走的路線 都是一些比較 柔軟一點的路線 好 這張照片 給我看看 這張照片 我會撞過來的 應該撞得很細 由M11 6000萬像素 撞中間這個位置 看看它的解像力 好不好 都看到 都清晰看到的 但就不是 好像剛才這樣說 不是一些 很銳利的感覺 都是一些很柔和的感覺 都挺有氣氛 看上去又不會很刺眼 這個構圖我覺得挺有趣的 幾張椅子 然後就有兩個人 有時拍照 拍了大範圍之後 現在的相機6000萬像素 就回去撞了 撞到一張 挺有趣的相片 其實顏色的表達能力 我覺得都 挺還原真實的 鏡子又不會表現得很濃郁 那種感覺 好了 萬眾期待 看看 拍下女生 終於有個 女生可以給我拍下了 美不美一件事 至少有個女生給我拍 全開光圈去拍了 紙邊一定有 這些鏡子 都不會期待它沒有紙邊 全開光圈就 你看到皮膚出來 在鼻樑那裏 紙邊都挺大條 這些鏡頭 有紙邊都無可避免的 都是意料之內的 皮膚的質感都挺好的 我覺得 因為鏡子就比較柔和一點 不會 那個 銳利得很緊要 所以皮膚那些 一粒粒 都不會分析力很厲害的時候 看到了 這件事 拍女生都挺好的 不錯的 撿上後期的時候 也不用撿得那麼厲害 你會看到這件衣服 那個質感 其實紅色都出得挺漂亮的 那個立體感都在 這鏡子的立體感 其實我又覺得 不是那麼差 都OK 你看到人其實都挺突出的 跟背景分離得挺好的 當然啦 你1.4光圈 全開光圈去拍的時候 都有一個黑角的情況出現 這件事 其實我就非常之喜歡 因為這個黑角 挺有氣氛的 還有我拍的時候 對焦 對焦環其實挺好對的 那個感覺是不錯的 我覺得是 好 另外看一下另外一張照 看看這張照 散景其實都看到了 其實跟主體的分離感 真的不錯的 你會看到很明顯 旁邊的黑位 都挺厲害的 這件事 真的很容易就突出 看看中間的主體 你會看到這張照片 是我對不到 還是 真的那麼柔和 應該就對了 這一邊 即是左眼這一邊 你會看到 非常之柔順的感覺 其實它的過度 都做得不錯的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鏡頭 我試了幾張照片給大家看一下 至於 喜不喜歡這支鏡 又或者 你們覺得這支鏡是怎樣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 你選擇一支鏡頭 拍照其實都很主觀的 有些人喜歡很銳利的感覺 有些人喜歡很柔和的感覺 所以 選一支適合你的鏡 就非常之重要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